他横就他横,明月赵大江 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 但从来都没有被压垮过 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 从磨难中奋起 中国人不是被吓大的 任何威胁都没有用 某些人应该清楚 只有抛弃冷战思维 收起抹黑攻击那一套 重归于国际社会开放合作的正轨 才能挽救更多美国人的宝贵生命 刚才的这段视频呢 是狗哥刚看到的 怎么说呢 这个还是那句话 这个中国大陆的朋友们 有能力有机会的 特别是家里有这个小朋友的赶紧移民 这个有一句话 中国人呢可能非常非常的不屑 叫外国的月亮啊 就是比中国的圆 但是呢 狗哥要说 这个生活在现代文明国家里的小朋友们 他们的眼神啊 和中国的小朋友们确实不一样 跟中国的小朋友们比起来啊 那生活在现代文明世界的小朋友们 他们的这个眼神里边的信任感啊 会多很多啊 也会更成熟一点 那这个判断呢 狗哥是非常确定的 所以呢 就不接受反驳了啊 另外刚才的这段视频呢 狗哥呢 是不太清楚 最早呢 是在中国的哪个媒体平台上放出来的 如果说有这个中国大陆的网友呢 知道有关这个视频的情况呢 狗哥呢 也特别欢迎大家呢 能够留言来说一下 那狗哥呢 跟大家分享这个视频 也是跟今天这个影片的主题有关系啊 刚才这个视频里的中国小朋友说了 要奉劝美国的某些政客如何如何啊 才能这个挽救更多美国人的宝贵生命 那怎么说呢 他的这种啊 完全就是中国官媒 这个新闻联播呀 人民日报的这种口气 在这儿呢 狗哥呢 也想问一下 中国大陆的网友 是不是这段时间 整天接触到的都是这种信息 可能很多人呢 根本就不会看新闻联播 不会看人民日报 但是呢 手机里的微信朋友圈啊 今日头条啊 抖音啊 这些社交媒体里边 是不是绝大部分 也都是这些信息 很积雪的 在评论美国 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一直在遏制中国崛起 但是呢 美帝呢 其实又很烂 总统呢 又特没谱 所以呢 根本上拿中国没辙 那最近两年 中国的整体氛围 是不是就是这样 中国大陆的朋友们呢 都可以说一下 狗哥认为呢 自己的这个判断啊 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美国是不是在遏制中国崛起 狗哥要说呢 现在的美国呀 确实是要遏制中国崛起 但是美国从来没有一直在遏制中国崛起啊 注意这个词 一直美国没有一直在遏制中国崛起 其实美国对中国开始采取全面遏制的战略 也就是最近一两年的事 因为美国从上到下 在最近这一两年啊 才形成一种共识啊 就认为呢 中国的崛起是采用一种流氓的方式啊 根本不是fair play公平竞争 那对于这种所谓的崛起呢 美国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呢 就必须要改变政策进行应对 这个呢 就是对中国的全面遏制啊 因为你放纵坏人 其实呢 就是在伤害好人 如果说放任中国的这种流氓行为 那现在文明世界呢 肯定就会遭到伤害 这个呢 狗哥以前也讲过了啊 今天就不重复了 那美国采取的这种全面遏制中国的政策 已经是非常确定了啊 虽然这个美国政府呢 从来没有公开这么说过 从来没有公开说过 对中国呢 现在是开始采取一种全面遏制的战略啊 但是事实上 基本上从去年开始吧 这个政策呢 已经是定型了 狗哥呢 也讲过啊 如果中国这边呢 最高领导的习近平 也用这种强硬的方式来回应 那这个世界上 一场新的冷战就开始了 现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形式啊 就是这样 但是呢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啊 包括很多中国的政治啊 经济精英啊 人士在内 其实呢 还不明白这个形式 或者说呢 很多中国的精英 他们不愿意相信 不愿意接受这个形式 因为在过去的40年 中国和美国合作呢 其实一直是常态 一直是主流 现在突然一下子 要进入到一个全面对抗的状态 那很多中国的精英啊 就接受不了 不愿意接受 但是呢 狗哥要说呢 这个呢 就是现实啊 很多中国的精英呢 一下接受不了呢 主要就是因为 他们长期生活在中国 刚才狗哥说了 中国的那种整体的氛围 再聪明的中国人 你长期生活在 中国的那种氛围里边 几年 十几年 那再聪明的中国人 也会变得傻一点 这个呢 就是很多的中国精英 很聪明的人 他们不愿意 接受 中美进入全面对抗 这个现实的主要原因 虽然很多人 认为自己很聪明 不认为自己会被中国的宣传洗脑 但是呢 中国人也常讲 静默者黑 你长期生活在一个信息的粪坑里啊 还想着身上一点味都不会沾上 那怎么可能 对不对 狗哥呢 今天呢 要在集中 在集中说一些事实 来帮助中国大陆的朋友们 认清楚这个现实 就是中美之间的 一个全面对抗的状态 这几个事呢 都是在最近这几天 集中发生的 那大家呢 就可以感受一下 这两个国家之间 敌对的这种氛围 首先呢 很多网友呢 应该都知道了一个事 就是美国总统川普 他的一个最新的表态 在本周三 也就是5月13号 川普呢 是接受了美国福克斯 新闻的采访 他的这个采访里边呢 有两个 非常重磅的表态 第一个 川普就说了 他可以切断 跟中国的所有联系 第二个 川普说呢 他现在不愿意 跟中国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讲话 狗哥呢 再重复一下 川普说 他可以切断 跟中国的所有联系 他还说呢 他现在不愿意 跟中国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说话 那这两个表态呢 都是前所未有的 川普这个担任 美国总统以来 他以前 从来没有说过 这么狠的话 那肯定呢 也会有网友认为 川普这么说狠话呢 主要是出于 今年大选的考虑 对中国说狠话呢 是为了拉选票 这种看法呢 狗哥要说呢 有一些道理啊 甚至说呢 很有道理 川普呢 肯定他有这方面的考虑 但是呢 大家呢 也许呢 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考虑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仔细想一下 川普针对中国 说这么狠的话 肯定呢 就会让 这个很多美国人满意 那既然 美国存在 这么强烈的啊 这么非常 强烈反对中国的 这种民意的基础 那不管下一任美国总统是谁 那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全面遏制的政策都不会放松 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个呢 就是民主国家啊 政府的政策呢 必须要反映民意 那川普说 他可以切断跟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联系 很多中国的网友呢 都会很关注这句话 会很关注川普呢 他到底会不会这么干 比如说呢 会不会跟中国断交啊 断绝外交关系 那这个可能性呢 狗哥呢 待会再说 狗哥呢 先说这个另外的几个 可以证明美国对华进行全面遏制的这种事实 按时间顺序来说 刚才这个川普的这个非常强硬的表态呢 是在本周三 5月13号 那在周四 又出了两个比较大的新闻 但是呢 可能会有很多人呢 没关注 第一个 就是美国国会参议院 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的最新版本 那大家都知道美国国会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 它是针对新疆问题的 去年9月这个法案的最初的版本呢 是在参议院通过 然后在去年12月 美国众议院又通过了一个版本 因为这个参众两院的这个版本呢 需要达成一致 才能送给美国总统川普签署 成为这个正式的法律 所以呢 今年以来啊 参议院呢 他就一直在做这个事 在协调两院版本的差别 那在周四啊 这项工作呢 他是终于完成 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的最新版本呢 是在参议院无异议通过 可能这个很多网友都会知道 这一届的美国国会呢 其实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 这两个党派啊 他在很多的问题上 都是非常严重的对立 界限分明 但是呢 在这个新疆问题上 在香港问题上 那这两个党派呢 基本上没什么对立 所以呢 大家呢 也可以感受到美国政界呢 对中国政府的这个总体上的反感情绪 那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啊 这个最新的版本 最主要的内容 就是要求美国政府呢 要制裁那些在新疆 犯有人道主义罪行的中国的官员 首先就是中共的这个新疆党委书记 陈全国 另外呢 还有这个新疆前政法委书记 朱海伦 像这些呢 都是新疆最高层的官员 参议院通过的这个最新的版本呢 他还要拿到众议院去审议 但是这个呢 基本上就没什么难度了 因为参议院最新的这个版本呢 他本来就是在众议院原来的版本上做的啊 就修改了一下 那将来送到 呃 总统川普那儿呢 川普呢 肯定也会签 所以呢 这个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呢 他肯定会在美国成为法律 这个呢 是周四的第一个大新闻 还有一个新闻 就是在周四啊 美国政府呢 是再一次公开要求中国必须要释放达赖喇嘛 选定的班产喇嘛 这个呢 就是西藏问题了啊 具体的情况呢 是美国国务院宗教自由无人所大使 布朗贝克 他在周四表示呢 美国呢 是要求中国当局释放班产喇嘛 恢复他的自由 还要让全世界知道他的下落 这个布朗贝克还说呢 中国政府没有权利任命下一任的达赖喇嘛 那很多网友会知道 这个达赖喇嘛和班产喇嘛 是西藏的两大宗教领袖 其中达赖呢 他是最重要的啊 地位是最高的 达赖喇嘛呢 他今年呢 已经是84岁了 一直在印度流亡 在1995年 达赖呢 在当时是认定了一名六岁的西藏小孩 是这个班产喇嘛的转世灵童 但是三天以后呢 这个小孩呢就被中国政府带走了 从此下落不明 那中国政府呢 他是自己啊 又认定了另外一个小孩 转世灵童 当这个班产喇嘛 但是呢 中国政府认定了这个呢 很多西藏人呢 是不认可的 因为呢 他们还是信达赖的 那班产和达赖的这个继承人的问题 可以说是西藏问题里 最受国际关注的问题 那美国国务院呢 这个官员呢 在周四再次提起了 被中国政府带走的那个小男孩的事啊 他现在应该是31岁了 而且呢 美国国务院呢 还警告中国政府呢 不要任命下一任的达赖喇嘛 那中国政府呢 肯定呢 他就会感受到这种压力 所以呢 在本周四呢 在同一天啊 美国呢 是在最让中国政府闹心的 两大问题上出牌 一个新疆问题 一个西藏问题 大家呢 也可以感受一下 美国朝野呢 他对中国政府的态度 然后呢 就是在昨天 周五 五月十五号 美国政府呢 又在这个华为的问题上 放了一个大招 美国商务部呢 他是宣布了一个新规定 就是要求美国企业 只要是产品里 使用了美国的技术 那如果说 要向中国的华为公司 出口这些产品 都必须向美国商务部 申请出口许可证 大家呢 应该都知道 去年的这个时候 几乎正好是一年前 那美国呢 是针对华为公司 和这个中国政府啊 有过第一轮的较量 当时呢 美国呢 是宣布 对华为进行制裁 把华为公司 还有华为关联的所有企业 都加入到美国的 这个出口管制清单 那美国企业的产品 还有美国本土之外的企业 只要向华为出口的 这个产品和技术里 属于美国的零部件 技术的比例 超过25% 那就必须 向美国商务部 申请这个出口的许可证 这个呢 就是一年前 美国针对华为采取的 第一轮这个制裁措施 那昨天 美国是又针对华为 采取第二轮的制裁措施 就是这个 25%的比例取消了 向华为出口的 所有的产品和技术 只要里边 有属于美国的零部件和技术 哪怕这个含量 只有0.001% 那这些出口呢 都需要向美国政府申请许可 那这个显然就非常非常严厉了 如果说去年美国对华为的第一轮的制裁 就是在这个华为的脖子上套了个绳子 那昨天的这个新规定啊 其实就相当于把这个绳子就完全拉紧了 只要美国愿意 那稍微用一下劲 那华为呢肯定就死了 为什么狗哥这么说 因为华为的整个供应链啊 他肯定没办法做到完全 百分之百的不用美国的产品和技术 这个是不可能的 退一步讲 即便是在将来能做到 那华为的产品呢 在国际市场上啊 也肯定会完全没有竞争力 跟死了也没什么区别了 所以呢 美国政府在昨天出台的这个第二轮 针对华为的这个制裁措施啊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要不要彻底搞死华为 那这个绳子呢 现在完全是在美国总统川普 他的手里 中国这边 目前这个中国政府啊 还没有正式回应这个事啊 环境时报呢 首先表态的 他是跳出来说呢 如果美国要进一步 限制华为的供应链 那中国政府将针对一些美国公司 包括高通 思科 苹果 这些美国公司会进行报复 中国政府呢 还会暂停购买波音飞机 大家呢 可能还有印象 就是去年美国第一轮制裁华为 把华为加入到这个出口管制的实力清单 当时呢 中国政府呢 也说要进行报复啊 还像这个美国学习 也搞了一个不可靠实体清单 威胁呢 要把美国公司呢 也加入到这个清单里边进行制裁 但是实际情况 这个呢 就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嘴炮 美国制裁华为 已经搞了一年了 但是中国的那个不可靠实体清单 是不是很多人已经忘了 对不对 那现在美国呢 又开始第二轮的制裁华为 环球时报呢 现在呢 又在喊这个不可靠实力清单 那中国政府的这个清单 到底可靠不可靠 到底这个嘴炮的含量有多大 大家呢 也都可以跟狗哥呢 一起来关注 所以呢 最近这几天啊 从5月13号周三 到5月15号周五 美国呢 真的是对中国这个火力全开啊 可以说 从总统到国会 从政治到经济 还有中国的两大民族问题 美国真的可以说是 对中国政府啊 是火力全开 这个呢 就是全面遏制的态势 所以呢 中国的网友们啊 必须要认清这个形式 这个呢 也是未来几年 发展的一个大趋势 除非中国政府这边 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真正要改变 流氓崛起的这种做法 或者说是美国那边呢 有什么突发的变化 比如说有外星人突然出现 把整个美国给灭了 那如果说 没有这些根本性的变化 那中美的这个全面对抗啊 只会是越来越激烈 那受伤害最大的 也只能是生活在墙里边的 最普通的中国人 所以呢 狗哥是真的希望 中国共产党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能够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但是呢 狗哥也知道 这个可能性啊 比较小 不能说百分之百 完全没这种可能 但是呢 可能性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小 所以呢 只能是祝愿墙里边的这个十几亿的中国人 能够有好运气 还有呢 就是这个 有能力有机会的 能跑啊 就赶紧跑 人这一辈子 最重要的就是要认清楚 一个时间段里边这种历史发展的趋势 要顺势而为 最好呢 不要逆势而动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也祝愿大家呢 周末愉快 都有个好心情 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